只需花一块两毛五 就可以制作出来这种超强WiFi信号接收器 不仅效果非常好 而且制作极其简单 就算你离它有好几堵墙 信号依然坚挺 是名副其实的信号穿墙王 真正实现了人在家中躺 信号如黄河之水添上来 有了它 再也不用担心没信号 有喜欢的点赞关注 接下来小编把制作过程分享给大家 首先找一根气包线以及一支笔 然后将气包线放在笔上缠绕几圈 做成一个弹簧的形状 接着准备一个插头 把插头的螺丝拧松 打开外壳 下面找一根废弃的手机充电线 用剪刀剪下带有USB接口的异端 随后将线的外皮包掉 再把里面的两根线 接到插头的插角上 拧紧插角上的螺丝 把插头外壳重新装好 用搓刀将弹簧两个针角上的绝缘器打磨掉 弄好后将其焊接到插头的两个插角上 就这样一个超强WiFi信号接收器 制作完成了 接下来看看效果咋样 你看 现在是没有网络的 下面 把信号接收器接到USB转换接头上 再插入手机 瞬间就来网络了 速度还非常快 刷视频看电视完全没问题 有喜欢的请点赞关注 每天分享更多有趣的创意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